He is better than imagination Hello 各位《尼西美利堅》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Carmen 我是賴仲霞Basho 我是Joey 今天我們沒有一個在VIRTUAL跟我們連線的嘉賓 但是有一個就是跟我們現場在這裡做節目的嘉賓 就是近期香港人 每個都見過在Facebook、IG都要投放出來的倉鼠 Hello 大家好 好 繼那隻貓之後我們這次有隻倉鼠做嘉賓 下次會不會有狗呢 為什麼這次會帶了倉鼠過來呢 因為事然香港又是COVID的問題 就說有一個寵物店的店員就中了招 嘩 你沒事啊 你沒事啊 他沒事的 他沒有中招 應該很健康的 我先放他進去 哈哈哈 很活躍 都說他是一個運動選手 跳高也可以 這個寵物店的店員就中了招 但是其實那個源頭也沒有很確認 是人傳人還是寵物傳人 但是當局就說因為在寵物店裡面發現到倉鼠 就是呈陽性反應對於這個病毒 所以馬上就說要撲殺所有的倉鼠 整個二千多條生命 其實是很不講道理的 因為其實大家想一下 倉鼠一直都是一個龍裡面 它又不會走出一間寵物店 那一定是店員自己染疫 然後傳染了倉鼠 那有什麼理由去選擇要撲殺二千多條生命呢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鼠類動物 但是我也覺得這樣是一個非常殘忍的舉動 嗯 其實也盡顯了香港政府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產生之下 其實它在處理整個COVID 整個武漢肺炎中間 其實有很多根本上是不理性的決定 嗯嗯嗯 即是你 那些雞有事你殺了那些雞 那些狗有事你殺了那些狗 那些人有事呢 那些人有事 那你是不是殺了那些人呢 其實沒有可能是一個這樣的處理邏輯去處理一個 即是就算在一個疫症的中間也沒有可能是這樣的處理 還有呢 其實根據很多的科學家也好 CDC 美國的CDC 也有的一些 他們說法就是說 其實動物本身的感染 都是因為人感染到它 然後它再去感染人 或者它再傳播出它的風險 其實都是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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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在一個未查清楚的情況之下 就要去虐殺這麼多的生命呢 那其實也是很值得去質疑 懷疑 還有希望當局再考慮清楚是否有這樣做 或者去修改一下 那辛苦你了 那說一下我這隻的倉鼠 其實是在美國領養的 那很多我的香港朋友來到就說 這個是否美國品種的倉鼠呢 為什麼這麼大隻 是的 你在香港也有養的倉鼠 我記得 我養的那隻是小粒一點的 應該是那套卡通片蝦母太郎那種 那種形狀的 圓咕嚕的 這隻就比較大隻 長身一點 是的 你看到它是我的手板這麼大 那其實是否美國品種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它的名字叫做 Bear Hamster 那就是紅人的倉鼠 難怪 在倉鼠類型裡面 應該算是最大的尺寸 香港經常見那種叫Dwarf Hamster 小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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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鮮人很多 可能都引認土地問題 所以香港的倉鼠也比較小 對 土地問題 你可以看到 在美國我養的那個籠是這麼大 哎呀 你先幫我保持它 不要讓它再跳高 在美國的籠是這麼大 這是豪宅 好 放它進去 好 回去吧 OK 拜拜 在香港那些寵物的權益問題 都受不到保障 各方面人呢 人權等等 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要說一下 剛剛跳完高的選手 這個奧運的 不是說夏季奧運 是說冬季奧運 因為我知道冬季奧運 其實只剩下很短時間 說的是二十多天就要舉行 其實這個No Beijing 2022 這個Campaign已經是一年有多 大家其實現在最新的進展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由去年開始 一群包括香港西藏和維吾爾族的人權倡議者 就開展了這個No Beijing 2022的倡議行動 就要求各國的政府去進行一個外交杯葛 都要求不同的贊助商去撤銷對於 北京東奧的這個贊助 另外也希望一些轉播的媒體公司 例如NBC、CBC和BBC這些 不要去遮蓋這個我們所稱之為的種族滅絕遊戲 暫時我們就得到了十幾個國家的響應 包括美國、英國等等都決定要進行外交杯葛 但我們同時都看到很多贊助商 甚至乎可以說是零反應的 但是其實整體依然在一個所謂的 就是在一個campaign的角度裡面 收不收貨 就是整個外交 有外交杯葛 那外交杯葛就是可能總統不會去 或者元首不會去 那是不是一個 就是當初那個預期能夠做到的效果 就是有沒有更加多的事情可以做到 我覺得一定是永遠都有更加多人可以去參與 響應這個運動的 因為我們暫時見到 就是正如剛剛都所說 暫時就只有不同國家的政府去決定要進行一個外交杯葛 但我們見到其實很多贊助商 例如Airbnb、Cocacola和Mars 是完全沒有回應過我們的訴求 他們依然都是決定說 不行我還是要繼續贊助這場北京東奧 另外我們其實都看到在運動員方面的回響 都不是說十分之大 之前就有NBA球星 Annis Kander Freedom 就說 呼籲大家去杯葛這場東奧 但是暫時還沒有任何一個參與東奧的運動員 他真的跟我們很明確地表達他的立場 說我們這次不會去的 所以接下來 只剩下不夠二十天 我們都會繼續去呼籲這些運動員 去響應我們的杯葛 同時都會希望去呼籲不同的個人 去參與我們這個 I would not watch 的 campaign 就是去承諾我們這次是不會看這場東奧 不會去幫他去衝擊他的hit rate 不會去承認這個中共的propaganda 就這樣聽 這個杯葛北京東奧有幾個層面 一個就是外交杯葛 一個就是運動員 希望他們都要支持人權 第三就是平民百姓 就是不看 剛剛Badjo你問Joy說 你覺得外交杯葛夠不夠? 你覺得在這三方面 其實現在的進展 你覺得夠不夠? 我同意Joy說 如果你說在政府的層面 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多 而且我覺得主導角色未必是在… 另外兩者 你剛才說商界 以及一個平民百姓 有如我們 當然也有一個角色 但其實主導角色一定是在一個政府上面 因為你政府 例如你奧委會 你或多或少 其實你也是一個政府的機關 其實當你政府的立場 能夠更加明確地說 你中國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 即你集中營 你做集中營 不可以的 你屠殺 你做適合鄰居 是不可以的 其實自不然地之後 也會有更加多的動作 會衍生出來 今次外交杯葛 我覺得我會… 在我的感覺來說 是一個預期下限 未去說完全沒有做到事情 但真的有更加多的事情 應該要做到… 即是有些好過沒有的感覺 是呀 特別是我想 發生了維吾爾人 即是美國也定性了 是一個種族滅絕 即是中共對維吾爾人的同作的時候 一個種族滅絕的國家 搞奧運 即是大家去參加他搞的奧運 其實整個動作看起來 你怎樣都卡了很多個位置 所以… 我形容是 預期直下限 如果給我的感覺 那最近的中國人權的問題 會是怎樣的呢 可不可以說一下 因為我知道 你剛剛上週間 也去了一個Rally 那裡也有提到 中共在其他地方 對其他種族的一些打壓的問題 你對現時 中共的打壓人權的狀況 和香港的打壓的情況 你會怎樣看呢 是 剛剛那個週間 其實去了一個哈薩克的人 搞的一個集會 同場也有一些烏克蘭人 在那裡也搞了集會 其實兩個國家都是受到今天俄羅斯 以及中國 兩個方面其實是有些夾擊的 俄羅斯是一個 一個直接的軍事威脅 而中國其實在哈薩克 一帶一路的投資是相當之多 在過去的一兩年 其實哈薩克人的一些人權的組織 一些人權的倡議者 其實都在說 你買了很多的地址 但是你對於哈薩克人來說 不是一個好的投資項目 不是真的幫到他們的 這個經常都發生的 實際上就是肥了在某一些政府的官員裡面 所以哈薩克人其實是處於一個 挺悲情的處境 首先就是被中共以經濟殖民 就是以一帶一路為名經濟殖民 第二 跟著呢 他們開始去反抗的時候 他們也成功地逼到 他們的總統是要離開哈薩克的 他們反抗接近成功的時候 前總統就說 我引俄羅斯的軍隊進來 然後去所謂的平亂 也是屠殺了很多哈薩克人 數字上暫時 官方的數字就是超過100個哈薩克人 是被人殺了 但是估計應該是更多的 因為如果你說去到屠殺的程度 未必在這麼快的時候 可以掌握到一個準確的數字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給兩個人權紀錄很差的國家 一直在踐踏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很悲情的狀況 是啊 其實剛剛巴掌也提到 其實現在中共的一個人權侵害行為 不單止是在 伊斯特克斯坦那裡 對於維吾爾族人進行一個種族滅絕 也不單止是說 侵佔西藏的土地 或者是繼續加強對於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壓等等 而是說其實他們對於其他國家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不同的霸凌的行為 欺凌的行為 去以經濟 去以軍事等等的手法 去侵害其他國家的人權 所以我都很同意去進行一個外交杯葛 不派官員出席這個北京東澳 其實是一個最低限度 每個國家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 除了美國 英國這些國家 去承諾進行一個外交杯葛之餘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例如法國等等 甚至說明我是不會參與的 我覺得這次外交杯葛是無用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 就是自己作為一個人權倡議者 都作為一個見到有朋友 見到有識的人 因為國安法 因為去捍衛民主自由而坐牢的人 一個香港人來講 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嗯 還有因為 就是有沒有用這個可以用後再辯論 就是有用沒有用 大家會有一個不同的價值上面的討論 就是說有用 所謂有用就是它是有價值 沒有用就是它是沒有價值 或者它是活動的 但是當一個所謂這麼貓的一個發聲 一個表態都不做的話 我怎樣期望你去做更多的事情 去令到中共是會停止他們一些人權的侵害 或者一些性命的侵害 特別是法國 作為下一輪的歐盟的理事國當中 他是做主持的人 我想其實是有更加多的角色 他們應該是要做到的 然後才可以履行歐盟一直以來 對於人權這些問題上的立場 嗯 剛才提過很多不同的國家 其實都有表態去不去也好 那些他們的理由是甚麼都好 可以簡單說一下 大概就是最記得的 大家最記得的一定是美國 會是外交杯葛 我們身處的美國 英國剛才Joey說過的 那麼在這個歐盟成員國裡面 應該只是暫時的立場 是比較表態的 就是說一定不去的 嗯 然後呢 很有趣的 有很多其他國家 其實呢 都處於說不去 但他又不是承認外交杯葛 嗯 例如呢 是好像德國 瑞典 或者日本等等 他們都是有說到說 我不派官員出席 嗯 但是他又不是很說實 是因為人權問題 沒錯 那麼有些國家呢 就說是可能COVID 一系列因素 連北韓 他的中國的好兄弟都說不去 因為這個COVID的原因 北韓反而呢 是宣佈杯葛宣佈得做 哈哈哈哈 是的 我那時候呢 我記得我想寫個笑話 但你想起來又不是很好笑 就是你看看 北韓都叫杯葛 叫得煩過你們 你們這些傢伙 是的 但是算了 反而南韓呢 他的態度都比較曖昧 他暫時都還沒說去還是不去 所以就是 有些國家就是 態度還是未清楚 那麼法國剛才Joey說過 已經說明說 不會參與 其實法國的態度 我也覺得是 西方的民主國家的一員 這樣做其實真的令人失望 是啊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種族滅絕必須要 是一條紅線 是一條不可以踩的紅線 就是當大家 這麼多的國家 連種族滅絕都可以去 ignore 的時候 究竟還有些什麼人權的問題 是可以令到你這個國家 令到你這個政府去發聲的呢 所以其實對於法國 或者其他立場比較曖昧 很不堅定的國家來說 我們都是很失望的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些相關官員 看我們的節目 但是都希望在這些國家的離散的港人 看到我們這個節目 都可以繼續去寫信給你的國會議員 寫信給你的政府 希望他們在最後這二十天之內 可以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去參與這場外交背閣 是的 政府的取態只剩二十天 希望我們快一點就是action 去到下一個就是運動員 商界 早前我看這個IG 開始說 香港人在美國的離散香港人很厲害 直接去到一些東奧運動員集訓的地方 親自交信給他們 Joy 我知道你也認識 當中幾個香港人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他們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勇敢 首先你先不怕醜 要去到那個位置 也不怕冷 要很冷 你親自交信和解釋 我是覺得很感動的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他們的行動是怎樣的 其實是的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所說 今次的杯葛 我們不單止是target 不同國家的政府 我們更加是希望運動員 和我們其他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場杯葛 所以之前有一班香港人 Students for HA的香港學生 和其他離散流亡的西藏人 和維吾爾人 去了California 去找那裡參加一場賽事的一些東奧運動員 去跟他們說 我們這次要求進行這個杯葛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香港人面對的打壓 面對的迫害是什麼 為什麼希望你們去參與這場杯葛 所以他們那次的campaign都非常成功 可以成功地看到幾個 因為我接下來會準備參加北京東奧的運動員 也交了一封信給他們 我也希望這些運動員 真的會認真地讀這封信 然後跟我們去聊一聊 去了解我們現在面對的人權狀況 繼而去參加這場杯葛 至於商界方面 巴如你知不知道 商界可以做到多少事呢 因為之前我記得國會聽證 我都聽過幾次了 是真的邀請了商界上去說 但是商界在聽證會的態度也是曖昧 他們說到我只是… 你用曖昧這個字用了絲襪 囂張 怎樣囂張 他的態度是… 我想最常用他們的辯解就是 那個主辦國不是我選的嘛 是呀 然後又說簽了嘛 即是政治沒有關係的 是的 他的態度就是… 那不是我選的嘛 我選的嗎 然後就拋回那波給你 嗯 我想這種態度就是… 我是不是這樣做完也好 你又是這樣買 是不是那幾個品牌 他也有幾個的 那你是不是不會光顧我 你就杯葛我吧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 若然就是一種這樣的態度 嗯 嗯 其實我想這一個… 就是他… 就是他落的賭注 就是他覺得我贊助了 我會由那些廣告裡面 我會得到一些可能來自中國的一些好處 嗯 但是我也買是… 我說如果你們是西方國家的消費者 會繼續幫顧我 那我就會掙扎 是的 是的 那那個反制其實… 我想對於這種態度的反制 就是作為一個消費者 嗯 我們要用一個具體的行動 其實是去告訴那些品牌 你這樣做其實是有代價的 我們是會覺得你這些行為是不對的 甚至是會令到我去轉投一些其他的品牌 是啊 那其實剛剛Carmen都說到 美國國會之前就舉行過不同的聽證會 他會去要求這些 接下來會贊助北京東澳的一些贊助商和企業 去交代他們的整個贊助商 那我記得之前呢 美國的國會議員 Senator Marco Rubio 你都有寫信 就是去信這個Airbnb 要求他們交代 為什麼會贊助北京東澳 為什麼知道北京 就是中國政府現在對於維爾族的人去進行 一個種族滅絕 我都還要去繼續贊助你 你這一場接下來的奧運會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是我們這些人權倡議者 或者離散港人 接下來等北京東澳過了之後 可以去研究的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究竟要怎樣在國會方面 推動不同的立法 去將這些企業和贊助商 hold accountable 而我們個人層面上 會不會有什麼 campaign 可以繼續去做 去呼籲大家去杯葛Airbnb Cocacola這些企業 我想這個是我們北京東澳之後 可以繼續去討論 繼續去研究的一個問題 我記得Airbnb那時候 其中一個 國會議員插入他們的理由原因 我覺得是說得不錯的 他說 你知不知道維吾爾人 他們是拿不到護照的 是啊 你知不知道他們 預約Airbnb是很麻煩的 是啊 他們這樣說 那為什麼你還要去贊助 中國的北京東澳 其實那時候 國會議員的理據是非常有力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聲音 但是那些高層在那裡 都是好像 哦 我知道了 越讀了 那就算了 所以這個態度是 你說得很對 真的不是那麼好 其實我覺得 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層面 就是整體的輿論層面 因為你剛才也說了 聽證會我有看一些畫面 不知道是不是有口一肥的畫面 可能是 可能是 然後 我覺得是囂張的 給別人的感覺是 你咬我吃吧 那種感覺 但是在輿論層面 我又看不到太大的 在其他主流媒體上 其實我看不到太大的反應 如果我看下去 是覺得 你可以這麼囂張的 但是 通常媒體對於這些事情 是很敏感的 就是一個品牌 為什麼要對公眾宣戰我 但是 似乎有沒有太大的 一些反應 是不是這樣 其實在輿論上 我想這麼囂張 可能是我寫的一條稿 哈哈 我特意選一些很囂張的 筆出來 他的態度 我自己都是因為 我可能很了解 因為人權問題 做得多這類的新聞 我也覺得 他的態度 那個解釋是說服不了我的 我特別選了幾個 但是似乎西方國家的媒體 就真的 我也覺得他們好像沒有特別 去專注這件事 所以可能真的 剛才你說的 輿論的 去到消費者的 平民百姓的 看不看 這個就真的 要由下而上 再推上去 是啊 如果觀眾不看 消費者不買 那些商家 自然會有壓力 說到不看 其實我都知道 大家一直推行這個 I will not watch I will watch 這個 campaign 其實你自己說真的會看東奧 本身其實有時候都會看 例如冰湖 例如花色流冰 這些比較具觀賞性的 一些北京 就是 冬奧的一個賽事 但因為這次是北京東奧 所以一定不會看 那我也知道 其實有很多不同 香港 西藏 維吾爾族的倡議者 接下來都會繼續推一個 叫做 I will not watch 的 campaign 去要求大家 不要看NBC 不要看BBC 不要看CBC 轉播的這些賽事 不要幫中共去進行 這個大外選 包括那些男生 可能會喜歡看 一些滑雪 速度 速度 滑冰 你會不會看這些東奧的項目 以前可能也會看 冰湖 我也覺得挺有趣 是的 我也覺得很多研究者 可以在家裡模擬 小時候 不過今年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看 我也覺得有點可惜 說真的 四年一度 但是 沒有辦法 這次真的 為了人權 不是 為了人權 要有些骨氣 我們不看 不看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知道接下來 你們最後 接近這個東奧舉行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Global Week of Action 是的 接下來1月28日 到2月4日 即是東奧開幕那天 我們就會舉行一個 全球的Global Week of Action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族群 在全球不同的城市 包括在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 其他國家舉行不同的 protest 以及 rally 去繼續要求NBC、BBC、CBC 去撤回他們轉播的決定 同時 都繼續要求各國的政府 去正視中國人權侵害的問題 甚至乎在北京東奧之後 都要繼續跟進 要去維持這個CCP 所以接下來 在華府的朋友 甚至乎在其他 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我都鼓勵大家 去盡一分力 去參與這些 protest 因為真的是最後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去積極參與 去響應我們的 campaign 是的 大家就要多多的努力 包住到時候都要出來 好 我們到時候 就在華府的 protest 見了 今天的時間又夠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